大家好,我是完峰 对于我这一类野生技术化的补助来说 扶岸工作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椅子对于我 它是一件比较重要的辅助工具 对于经常打游戏的朋友来说 久坐之后 可能也常有腰酸背痛的情况发生吧 所以选择一把 刺合自己的椅子 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那在选择椅子这一块呢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电竞椅的 主要原因 我是比较喜欢它的外观 看着就接受难用 但它的有些缺点 还是让我比较纠结 不太敢下手 直到我遇到了这次体验的 奥峰M6电竞椅 改变了我原有的看法 奥峰M6呢 它有一个比较炫酷的外观 做工用量上非常扎实 摸起来的质感也非常不错 它的这种设计呢 让你在坐上去之后 有非常强烈的包裹感 它座椅的这种包裹感 是比较打动我的 当我坐下的时候 能给到我的支撑感觉是非常强的 感觉比普通的人体工学椅要强一些 它让我可以更加全程关注的 去游戏和工作 就有点像我在主家位开车的感觉 这种座椅设计的目的 是让人坐着舒服一些 可以久坐 但不是让人护蜜碎 以前呢 我比较诟病的是 电竞椅一般是没有腰部调节的 它们是搭配了一个腰靠 但这种腰靠 仅从我个人来说 我不是特别舒服 普通电竞椅的腰靠 我以前也买过 但对我来讲 给不到我应有的支撑 时间长一点 还是比较难受的 但M6这款产品 它不是通过腰靠来解决腰部支撑的 它是有专门的腰部设计 四项护腰腰托 它支持上下60毫米 前后35毫米的位置调整 通过座椅两侧旋钮来操作 可以毫米级的精准调节腰托 让你找到一个 属于自己非常舒服的那个位置 这样的设计 充分考虑到了用户的实际痛点 奥峰是有在用心做产品的 还有它这个扶手 它这个扶手非常有特点 首先这个扶手本身就非常宽 质感非常棒 柔软但足够支撑 它这个扶手号称6D折叠接壁 可以6个维度进行调节 它可以支持上下前后左右各种移动 也可以内外旋转 向上折叠以及交流连动 这里我最喜欢它这个向上折叠和内外旋转 太适合我了 本身M6这款扶手 就是为了玩手游和主机游戏的朋友 设计的一种巧思 让我在日常工作中同样使用 一般我在折腾技术的时候 需要等待一些系统安装啊 程序运行之类的东西 我又不能离开电脑 就只能坐等着 这时候我就会刷一会儿整视频 消灭一下时间 这个扶手的设计就非常有用了 我可以侧着身更舒服一些在这刷视频 手腕部分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而且它这个扶手并不是全部倾斜 后面还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这样会给到你更多的支点 手腕和手臂就更不会感觉累了 这点设计我觉得还是非常巧妙的 难怪是今年KPL赛场子定电竞椅 奥峰M6还有个电竞元素非常强的RGB logo 它支持14种灯光模式 控制在椅子右侧 电源接口是个USB接口 插上一个充电板就可以用了 不过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小纠结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我又不太想总开着它 好在它这个RGB灯插上电就会亮 以后我可能会在这个桌椅后面 做一个人体感恩开关 或者一些智能家具的电动 那样感觉就更爽了 奥峰M6它支持145度的无G厚氧 加15度的逍遥 逍遥这个功能我其实比较少用 不是特别喜欢晃椅子 但这个145度无G厚氧 我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中午休的时候 就可以在我想要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空间 只要我把它的角度拿出来 然后直接后摇 平躺再把头枕拿下来枕着 这样就可以让我小气一下了 而且椅面宽大非常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其实椅子这类产品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椅子 价格差别也比较大 我之前买椅子的突便宜也踩过坑 确实大牌跟我保障 尤其是产品的做工 用料实际的质感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外形大家看起来很像 但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 一上手就能感觉到 而且椅子这个品类呢 人的主观感受差异非常大 每个人对于同一把椅子的感觉都不一样 所以我的建议哈 买椅子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 让你的身体和使用环境 来决定椅子适不适合你 而不是停车去月锥 大家懂吗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全面内容 我是阿峰 我们再见 拜拜